不爱美女爱人妻 太监都能当皇帝 曹魏时期到底有多混乱 乱世出萧雄 曹操作为一代奸雄 其才能和谋略得到了众人的认可 但他喜欢掠夺人妻的癖好 也一直被后人诟病 而且不止他一人这样 他的子孙们也继承了这个传统 在张秀归顺投降时 曹操却对他的嫂子做出了不轨之事 令张秀是恼羞成怒奋起抵抗 曹操也因此失去了儿子曹昂和大将典威 在关羽有意求取秦一路之妻度世时 曹操也是因为贪图美色没有同意 反而自己收入囊中 他这一举动引发了关羽的不满 除此之外 他也曾对袁绍的儿媳征服动过心思 不巧的是 他的儿子曹丕先他一步 据说二人还因此有过争吵 曹操去世后 曹丕继位 他和父亲一样也喜欢人气 甚至荒唐的去宠幸父亲留下的妃子 对此 他的母亲变态后十分的生气 甚至当作没有这个儿子了 曹丕的儿子曹瑞继位后 先是为母亲平反 之后又立曹操的祖父为高祖皇帝 值得一提的是 曹操的祖父是一名宦官 和父亲祖父一样 曹瑞也喜欢霸占人妻 也因纵欲过度而早遭去世 曹魏时期可以说是尽显荒唐 每个皇帝都有抢夺人妻的癖好 真是令人唏嘘 那您对这件事有什么看法呢 欢迎留言讨论 我们下期再见